这里是洛克菲勒中心旁边的出花寿司店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穿成这样子了吧 这家店有近40年的历史 今天就让我们来体验一下正宗的寿司文化 简单 干净 温暖 舒适 这是我们一进入出花就感受到的 各种日本传统工艺品的保留 似乎在提醒着我们 这个寿司店已经有着相当的历史了 当他开始了他有很强的想法 他所信用的认识和经济的经验 认为是怎么做的 为了做出最正宗的寿司 初花特别尊重传统工艺的继承 他们进口了这种只有在日本才有的珍珠米 首先从原料上保证原汁原味 初花寿司饭的加工流程也非常复杂 从洗米 泡米 加水 催煮 再加入由糖醋和特殊比例调和而成的寿司醋 然后将寿司饭用木勺拌开 让它冷却 最后捏制成寿司 每一个工序都马虎不得 哪个步骤没有做好都会影响到寿司的口感 不仅是寿司饭如此的讲究 生鱼片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在初花这里 为了保证生鱼片的新鲜 它们的鱼都是空运过来的 初花制作生鱼片的主厨 都有超过十年以上的丰富经验 它们会根据每一种鱼不同的特性 进行不同方式的除酸除毒除菌的处理 之后再生动 最后才能切成 美味又正宗 口感好入味加的寿司精品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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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寿司竟然这么有学问 真是中国那句古话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没错 没错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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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